今個星期日,11月24日 很希望大家 走多一步 去投票 香港 要靠香港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Iris 嗨,四眼仔 我們很久沒有出片 是啊,因為 近來哪裡都去不到 交通的關係 不過又沒有關係 我們唯有在家裡拍片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在這半年以來 香港 除了大大小小的不同活動、集會、遊行之外 我就想跟大家 回顧一些 不是遊行集會的大型的事項 第一件事就是 在同一天發生的 8月24日 在九龍灣那一帶的遊行 就有兩件事發生了 第一件事就是 有防部隊 去了德福花園那裡 所謂的拘捕示威者 德福花園其實是一個私人地方 未經許可或沒有特別情況的時候 其實不可以有這些拘捕或者無理的進入 而當中那群這樣的防部警察 甚至乎在戲院門口 戲院門口其實它旁邊有一些食肆 有麵包泡 是的,麵包泡 樓上就是住客 發射了幾枚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 這是第一件事 那你自己有什麽感受 對這件事 對於德福這件事來說 其實 因為那時候還未有那麽多 什麼開增槍 千發催淚彈 還有我記得那時候 我是在工作 即是在工作 我記得我是 呃... 感覺上是瘋了 因為據我們所知 剛才那四眼仔都有說過 其實德福一放假 其實是多人都瘋了 那它還要在平台那個位 還有在戲院那個位置 放催淚彈 還有橡膠子彈 其實那個... 那個POPO 還有那個人 市民 其實是很近距離 那我好記得 很深刻印象那個POPO 是拿著那支橡膠子彈槍 舉著那個動作 我現在還滴滴在目 我真的覺得... 接受不到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還有其實裏面有人在看戲的時候 你在那裏放催淚彈 其實裏面的人真的吃光了 那些抽風系統應該是... 在那頭附近的 是會 就是抽風系統又一吸一出的 那其實... 是... 真的硬吃 瘋了 在裏面又吸吹淚煙 在外面又中橡膠子彈 都不知道走不走好 是啊 那第二... 即是同一天的第二件事 就比較切身一點的 我跟他都很切身的 因為我們... 就是住在那一個屋園裡 那是什麼事呢? 就是... 當日... 九龍灣麗精花園呢 他內部有一些保安系統的問題出現了 那這些其實是屋園裡的問題來的 那就... 我也有下去了解過這件事 然後呢 去到晚上深夜 我想十一點多十二點鐘左右 突然之間有三十多名的防暴 進入了屋園範圍裡面 好像剛才這樣說 屋園其實是私人地方來的 那... 沒有事沒有說 其實... 他進來幹什麼呢? 又沒有事情發生 而且... 我就算當有事情發生 你也是軍裝巡警而已 你怎麼會出防暴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聲稱有兩名居民 去... 辱罵一些防暴警察 然後呢 就... 拉了他們去... 就是... 總之拉走了他們 那... 那... 沒有放催淚彈的 不過就用了很強大的武力 當晚也有... 區議員是受傷的 嗯... 嗯... 其實呢... 剛才所說我是在上班 那... 其實他也有跟我說 喂... 那些瓦袍進了村 那一刻更加瘋 比德福那一堂更加瘋 因為我是真的很不喜歡 別人搞我自己的事情 更何況是... 就是我住的地方 還有... 其實我很想跟他一起下去 因為我知道他下去了 但是我還沒下班 因為我是那天收12點的 我十二點多回來 搭巴士回來 走過村口 我是看到一堆綠色的物體 站在村口裡 霸佔了兩條行車線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衝過去 但是幸好他知道我性格 他回了家 要不然我一定會衝過去 指著他們來罵 那... 其實... 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因為荔精 雖然說三十多年的屋苑 但其實我們是沒有成立 立案法團的 那... 處理平時屋苑裡面的事情 都是叫做... 業委 業委 業主委員會 是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人 跟我們去做一個... 沒有人做代表去跟他們談 雖然呢 我們... 負責荔精這一區那個... 那個議員呢 公民黨議員 北東來呢 都同時間都不是在香港的 但是呢 他跟一個黨派的議員 你幫我 你幫我 那我覺得我真的很感激他們 那... 跟著就... 另外一宗 就是9月8日的 9月8日呢 就... 我翻查一些資料 就說 當天其實都是沒有任何... 即是在那裡附近沒有任何示威 或者集會遊行 有啊 不是 因為9月8日是在... 黃埔花園那裡 哦... sorry 那聲稱呢 就是說有些人啊 在... 紅磡... 近黃埔花園那邊 就在那裡指罵警察 跟著... 到最後就演變了呢 有40名的防暴警呢 就進入了黃埔花園的住宅區裡面 去跟住客去對視 那一天都對視了很久的 就是... 呃... 住客有住客的罵 那那幫防暴就... 照... 是的 不停在那裡用那些... 強力電腦 是... 雷射燈啊 雷射槍啊 雷射筋啊 去照居民啊 嗯... 嗯... 好像聲稱到最後... 到最後好像是沒有抓人走的 不過就搞了很久了 就是... 時間是很長去到很深遠 被居民罵走了 是啊 是啊 那居民呢 就... 打給暑黃昏 暑黃昏就不接電話 接著後來呢 打給民建聯的秘書 男仔來的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不要緊的 接著呢 就... 好嬉皮笑臉的 因為其實那個情況是... 過百名的街坊站在街上 打電話給這個秘書 開聲音 所以其實全場都聽到的 包括我們在看直播呢 因為可能那個麥克風放得很近 我們都聽到那個秘書說什麼 他的態度實在太差了 又是嬉皮笑臉 我可不可以明天才回來搞我這樣 可不可以明天才回來處理 好像是不是還要說是住樓上不下樓那些 不知道哪個住樓上 就是找極都找不到他 他不肯下來 所以就打給這個秘書 然後他又說 大家其實現在過到來 可能過到來就不知怎樣怎樣 所以不如明天先 明天我一定過來和你們處理 這樣 他真的還要衰得 這樣笑著說話 邪貓味啊 賴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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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就是應該印象大家都深的了 因為是十一月發生的事 十一月三號呢 又是防暴警和示威者的對視 然後呢 防暴警就聲稱呢 有示威者進入了將軍澳廣明院的那一帶 然後就進入了廣明院的屋苑裡面 其實是屋苑來的 好運的就是當時那個屋苑的業主納妄法團 那些人知道了的時候 就不斷拿大聲弓去跟他們講條例 接著趕走了他們 那... 其實那裡都擾讓了好幾十分鐘 不過呢 防暴警也是一樣 離開了那個屋苑的範圍之後呢 就在屋苑外面不停施放催淚彈進去 那施放催淚彈就... 都是...都是瘋子的啦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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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一次的廣明院防暴警和居民的對視之中 就發... 即是... 施捨了很多催淚彈 很不幸地有一位科大的學生 就... 被發現在停車場的... 二樓 二樓跌了... 三樓跌二樓平台 那麼... 搶救無效 斷送了一個青年人命 嗯... 嗯... 首先我覺得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會是很重要的 其實大家都看到 他們... 是民選出來的嘛 大家看到... 其實... 大家居民選出來的... 業主立案法團的代表... 其實是真的可以代表到整個居民去做一些有用的事... 很有建設性的事... 令到居民選出來的... 會讓居民選出來的... 可以讓居民選出來的... 可以讓居民選出來的... 其實... 其實... 任何人受到傷害或死亡,大家都會很不安樂、很不開心 加上那些泡泡去阻止救傷車的救援,令傷者更嚴重 甚至失救的時候,究竟他們是否需要受法律制裁 令到受傷和死亡的人士,得到一個… 總之他們再添私靈,現在都死得了萬筆 那其實呢,我想說呢,剛才說了三個個案是給私人很遠 那麼,在這麼久以來,有一些… 剛才Iris 也有說業主立王法團的作用 有一些地方,其實他們是沒有業主立王法團的 可能一些單動式舊區,譬如深水埗和黃大仙 那類型的地區 他們沒有這班人去幫他,靠的就只有自己 但是,深水埗和黃大仙其實每一次都會受到這些… 防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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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催淚彈,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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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了一條路不讓你過 甚至可能黃大仙 你明明只有一條天橋可以過到對面 他都要封了一條天橋不讓你走 我亦都很想說 就是剛才同類型的事件當中 想大家去回憶一下 當中有多少事情 是有所謂當區的區議員 或者立法局議員去幫助我們 我們是小市民 我們大事做不到 管不了 小事我們可以做的都會盡量去做 那麼 今個星期日 11月24日 很希望大家 走多一步去投票 香港 要靠香港人 今個星期日就是區選投票 那麼 剛才那堆事情 其實都真的很想呼籲大家出來投票 那麼以下有一些 我們聽看漢見在網絡傳出來的 有一些傳言就是 當日大家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那麼記得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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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那麼就呢 七點半就開始投票了 那麼坊間呢 亦都傳言過 說過那些中資公司呼籲員工 那就是十一點之前要去投票 那記住是七點半開始的 那我都呼籲大家 可能越早去投票 就越早 就可以早些去啦 那另外 拜託大家 就盡量都不要穿黑色衣 可能穿回平時去街的衣服 那些顏色 街坊裝 街坊裝 很多投票站都其實在家附近的 那都不要戴口罩了 麻煩大家忍一日了 那不要戴口罩 不要穿黑色衣服 另外 大家都不要在這個拉票區附近 和你深水的議員打招呼 或者表示支持 那麼我們 我們 有一個可能的就是 他們會計算 大概幾多人數是支持哪一個議員 而去作出 對策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著目無表情 進出去投票的地方 也都可以 我也有個推薦的其實都 可以和你反對的議員去做出一些表示支持的動作 例如我不是投他 我會說加油啊 我支持你啊 這樣 對 或者握手啊 這樣 可以嗎 可以 很可以 另外 入到投票區的時候 大家記得去帶定自己的身份證的證本 還有如果還有在手的話 就盡量帶來這個投票通知書 到時候要出示這兩樣東西去登記你自己的登記 另外 進去投票區那裡 記得檢查清楚那張選票 有沒有巢 有沒有花 最重要是這兩樣東西 還有吸印的時候 吸你選 吸完那個印之後 就要記得先吹乾它 吹乾了才好對摺 否則就會印到到另外那裡 如果有任何選位 那些選票都是作廢的了 我想補充少少的就是 今天呢 就出了一個傳言 就是說 嗯 如果當日那個 市面環境氣氛安全不適合投票的呢 選委會是可以即時 關閉所有投票站 不給投票 但是剛才說 它七點半開始的 如果十一點它關閉所有投票站不給投票呢 它會計算了七點半至十點半 這三個小時的所有選票 然後以這個總數去作一個決定 那即是說 如果那個投票站開了 不夠三個小時就關閉呢 它只會有兩個對策 第一就是延期延到七天後 第二 都是看看會不會在當日之後的時間 重開那個投票區的 那這件事情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 因為 所以剛剛就去說的就是 盡早去做一個投票 即是真的早點起床 投完才吃早餐 不要白白令這個機會沒有了 我想補充多一點點 其實都是重複我剛才所說的一個項目 就是我懇請大家 在11月24日 在11月24日 鬼閃眼 EQ控制著 完全是好像和想那樣 零脾氣 忍一日的 早點下去 投完票 趕快回家 沒有眼屎乾淨 求下大家 11月24日 真是對香港人來說很緊要 希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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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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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小人 希望大家投票 小市民就是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是啊 好 那我們今天 就到這裡 這條片如果大家喜歡 不喜歡的話 都一定要去投票 都是去投票 如果喜歡的話 分享給朋友看 更好 多一個人 就多一票 好 拜拜 拜拜